我們來看這一題 它這有一個溫度跟溶解度的關係圖 30度C的時候100克可以吃20克 50度C的時候100克可以吃50克 我們來看X杯 X杯是30度C的時候它是在講這個點 所以100克的水可以吃20克 那我今天題目給你的是 120克的水可以吃幾克 100克的水可以吃20克 那120克的水可以吃幾克 可以算得出來假是24克 那以這邊呢 它是50度C 50度C是這個點嘛 對過來是100克的水可以吃50 是一半對不對 所以100克的水可以吃50是一半 那70克的水可以吃多少 35克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這裡面算出來的是它最多可以吃幾克 120克的水可以吃24克 70克的水可以吃35克 那你看一下今天我 我吃X杯 120克的水可以吃24克 那我把30克丟下去的話 當然是飽和嘛 因為它只能吃24克 但是你給它30克 所以它是飽和的 對不對 然後它就是全部24克 全部都吃光光 那有吸出的 你丟30克 它可以吃24克 會吸出6克 那6克不可以算濃度喔 6克不可以算濃度 所以溶劑120 吃掉的溶質24 分之溶質乘上100% 就是它的重百 那乖這杯 算出來它可以吃35克 但是我只有給你30克 沒有到35克 所以它是胃飽和容易 胃飽和容易 那它的溶解的溶質是多少 30 這個35是它最後可以溶解的 但是它真正只有溶解30 所以我們只能用30來算 溶劑70 溶質30 分之溶解的溶質30 乘上100% 算出來就是30% 這樣可以嗎 同學 李化早時長 成績一定在 這是一部的 是一部的 Candice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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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